归依佛法的人 如同手上提的一个灯笼 让自己有光永远跟着它 追随着它 所以我们懂得学佛的人 懂得心中有一盏明灯了 那么修行实际上如同打井啊 你们在德国 也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宗派和很多宗教 在我们澳大利亚 我们也有很多的华人 他今天去这个西方教 明天到那个教 后天他说看见马路上 有人穿着西服拿了一本书 你好吗 你要不要我教教你宗教 他说我学学英文也好 我不说我们在海外的 我们的佛友都知道 实际上一个人学佛如同打井 要一门生路 如果你一门生路 你就会打到你的水 如果你天天打井 你永远喝不到水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一切现象 我们人间所有的现象 都是我们的牢狱 是什么牢狱 比方说今天爸爸跟妈妈吵架了 你的心一上去 你就进入这个监牢了 因为你会难过 我爸爸妈妈 怎么这么不能够合在一起 就不能够爸爸听听妈妈一句话 妈妈听听爸爸一句话 好 这个时候你的心就被他锁定了 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你的监狱了 叫牢狱 实际上爸爸妈妈过两天又好了 你又从监牢里走出来了 人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种牢狱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吃 去吃自助餐 很多人就把自己锁在自助餐的牢狱了 因为他进了自助餐之后 德国也有自助餐吧 有吧 大概多少钱啊 七块钱 八块钱 好 七块钱 八块钱 走进去之后 吃了一盆又一盆呀 吃了一盆又一盆呢 他不肯舍呀 他不肯舍呀 吃到最后已经吃到这里了 他一看还有这么精致的蛋糕 还有水果 他再往里面撑 最后跑出来 胃一痛 全部吐完 想一想 人控制到自己吗 这难道不是一种牢狱 把你紧紧的锁在你的生命当中吗 所以学博的人要懂得 我们要有节制心 我们不要把自己锁在牢狱 佛菩萨永远是保佑那些 很帮助自己的人 很多人当我们去帮助他 去跟他 度他说 学佛的人 他连自己 我就这个样子 我无所谓的 我苦就苦 我无所谓 菩萨 菩萨是不能帮助到 连你自己都不愿意帮助自己的人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珍惜自己的人生 要珍惜自己的会命 有一个儿子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他的妈妈很老了 妈妈很节约 妈妈牙齿全坏了 儿子呢 开着名牌的车 带着妈妈呢 去装假牙 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 医生呢 一看他的儿子那种样子 就知道很有钱 就拼命的跟他说 你知道吗 这个牙齿给你妈妈配上去多好多好 这个牙齿都是烤吃的 这个是永久的 怎么怎么好 讲了半天呢 他儿子在边上啊 吸着雪茄烟 一句话都不讲 就是没有反应 结果他妈妈颤颤巍巍的说 医生啊 有没有最便宜的 结果医生一看 说服不了儿子 还从儿子看看 给你妈妈啊 儿子理都不理 自己吸着雪茄烟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医生觉得很无奈 就说老妈妈算了 就配最差的吧 多少钱多少钱 老妈妈从口袋里 颤颤巍巍的拿出一个布包 一层 两层 三层 拿出一点点钱 付给了牙医 说做这个deposit 就是定金了 就给他了 给了他之后呢 一周之后 再来给他香牙 这个时候 当两个人走出去的时候 所有的医生和护士 都在大骂他的儿子 说这种儿子 这么有钱 一关楚楚 开着名车 吸着名烟 不舍得给妈妈 换一副很好的假牙 你看 这种人多不好 话还没讲完了 这个儿子突然之间回来了 因为这个儿子把妈妈放上车之后 说妈妈 我忘了一样东西 我要回去拿一下 走进来跟医生说 医生啊 求求你们 给我妈妈装一副最好的牙齿 多少钱 我都给 我妈妈 从小就知道节约 她不舍得钱的 所以 我给她装 我不想让她知道 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她 我不想让她不高兴 想一想 人生有很多方法去帮助别人 有时候是表面上的帮助别人 有时候是从心底去帮助别人 台长就是告诉大家 有时候你看到的善的 并不是善良的东西 有时候你看到恶的 并不是恶的东西 台长给人家看图腾的时候 很多的太太在我面前 痛哭流涕 说她先生怎么对她不好 如果按照人间常理 台长会跟她一起掉眼泪 但是我看见了她的上辈子 就是这么传打脚踢 她现在的太太 她现在的过去的老公 是她现在太太 她现在太太是她过去老公了 我看到了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饿了 我告诉你们 很多人以为人死了就没有了 我告诉你们 一个汽车 开车的比方就是灵魂 而汽车就是你的身体 你换了一辆车 实际上这个灵魂 还是你自己 你把人家上一辈子撞死过 你这辈子在你的 Driver License上面 汽车驾驶证上 还留有你过去做错事情的烙印 所以不会停止这些东西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善恶都具有两面性 帮助别人最后会被别人冤枉 还会被别人骂 我觉得你们今天来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 帮助别人很多 最后还给人家骂 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道理好吗 帮人家介绍人 为什么到了最后都会被人家不理不睬啊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肯给人家介绍朋友 因为你帮他介绍朋友之后 你连朋友都没有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你把这个冤家和你上辈子这个冤家 你把他合在一起的时候 实际上你动了他的因果了 他们两个人吵架 他们就恨你 是你把他们凑在一起的 所以他们不会理你 这就叫因果 所以懂得了这些 我们慢慢的才懂得 应该怎么样是善和恶 一个医生想救人 但是把人家医死了 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呀 这叫因果 所以因缘果报 你认为的善因不一定是善的 你以为这是恶因 但是不一定是恶的 要看在你站在哪个角度上来看这些问题的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有一位年老的印度的师傅 年老的印度的师傅 他呢 身边的弟子总是喜欢在师傅面前 讲这个不好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不开心 有一天 师傅说 你去买一袋盐过来 他去买了一袋盐 等到盐来了之后 师傅拿出很大的一个条根 摇了一勺摇 放在了杯子里 然后冲成水 他说你喝喝看 什么感觉 结果这个弟子一喝之后 哎哟师傅啊 苦得不得了啊 师傅说 你把剩下的所有的盐 你倒在我们寺庙外面的泉水里 这个泉水不动的 就在这个泉水里面 你倒在这个水池当中 师傅说 你再尝一尝 有什么味道啊 这个弟子说 师傅啊 很甘甜 一点没有苦味 师傅说 你没有感觉有苦 有咸的味道吗 没有 然后师傅说 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 其实就像盐一样 也就这么一点点 你们不知道有多少 以为受一辈子苦 实际上你们生活当中的麻烦和苦恼 就这么一点点 但是呢 你们感觉苦吗 因为我们的一生的痛苦就这么多 感觉到痛苦取决于 你将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当中 如果当你苦的时候 是因为你把它装在了心中 所以你觉得很苦 当你觉得人生很苦的时候 你把它抛在空中 你让自己的心空空如也 你觉得这是人生活当中必然的一条规律 吃苦就是宵夜 这个时候你会融化在自然的一种人生哲理当中 你就心不会痛了 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很痛 很难过的忧伤藏在你的心里 因为你把它释放了 你找朋友谈 你出去跟人家讲话 你跟大家在一起开心 实际上就犹如刚刚把盐撒向了河里和海里一样 你不会觉得很痛苦的 希望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 要放下自我 要知道一个人的心可以使你成佛 也可以使你沦为畜生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做的是人 但是呢 做的一些暗示像畜生一样的活着 因为他们不懂得心悟成佛呀 大家知道什么叫心悟成佛吗 当你心中开悟的时候 你就已经是成佛了 当你心中迷惑 不懂得这些规律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成魔了 所以要降服自己的心 要做自己心的主人 我们不要去做新的奴隶 举个简单例子 当你在百货公司门口走过的时候 一样东西让你的心动了 我一定要去买 而你没有钱 你想借钱去买的时候 实际上你已经成为自己心的奴隶了 所以我们要懂得不做奴隶 因为我们心中有欲望 才会让你成为奴隶 你是贪欲之魔上升了 所以人不能贪 我们要懂得寻找机会 把欺骗你们心的心魔要赶出去 你们才能保护好你们的善心 稍后 艇是全身装的 然后向姐 今年